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您还有经常受到惊痛困扰的慧明 大家好 我是慧明 欢迎你们哦 我们亲爱的来宾都刚好是女生 想请教一下大家有惊痛的困扰吗 今天这个机会我刚好带来一张有趣的图表 那这个图表的话它是今年六月 从日本的新假期周刊 揭露下来的图表 那可以帮助我们女生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惊痛的状况 还有多严重 那我先来解释一下 那大家在一起分享好了 它分作七级 第一级是完全没症状都不痛 第二级是腹部不适无法冷静 第三级腹部轻微的痛楚 第四级好像肚子会拉肚子那样子的痛 到第五级已经发不出声伴随呕吐 第六级无法步行视力模糊 第七级快要昏迷了 勉强保存意识 那我自己的话大概偶尔第三级吧 那忙起来有的时候比较严重一点 可能是第四级 不晓得大家 其实我有时候刚开始来的前几天会到第四级 会有点像是腹瘦那种痛的感觉 那廖医师您呢 其实如果有时候我那个月饮食 没有好好的注意的话 就是那个月的 越进来的话肚子就会非常不舒服 大概有三到四级左右 是 那慧迷呢 那因为我曾经过中说 也是筋痛到 刚刚等级应该是第四级 然后曾经也是被送到急诊 所以真的是痛到很严重 陈医师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有根据统计 有超过八成以上的女性 都有这样子筋痛的困扰 为什么啊 筋痛的原因我们可以分为两大原因 我们看一下这张图表 有续发性筋痛以及原发性筋痛 那续发性筋痛指的是说 你的子宫有一些病造造成的一些筋痛的情形 例如说子宫肌瘤 或者是子宫内膜异味症 内膜异味症指的是说 内膜的组织没有乖乖的呆在子宫的内层 跑到子宫肌肉层去 造成的子宫肌腺症 甚至跑到卵巢去造成巧克力囊肿等等 或是其他骨盆腔的疾病 比如说骨盆腔沾黏 这些病因的原因造成的续发性筋痛 那原发性筋痛指的是说没有这些病造 但是却造成了筋痛 那统计上面的话 续发性筋痛大概算 所有筋痛的10%左右 是 所以有分原发性跟虚发性 那究竟惠敏是属于原发性筋痛 还是虚发性的筋痛呢 那现在的情况有没有改善呢 让我们透过影片一起来了解 国中时期的惠敏为了考取心目中理想的学校 上课以外的时间几乎都在图书馆念书 可是总有些时候 当他念书念到一半 就会突然感到肚子一阵剧烈疼痛 我肚子好痛 好痛喔 爱好吗 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当初就是腹痛得非常的严重 然后就被人家送到急诊 疼痛难耐紧急到医院就诊 S光检查发现肠道稍有阻塞 判断可能是肠道问题导致 当时脏完S光以后 发现好像是肠胃的不适 所以他就帮我灌肠了以后 然后当下没有解多少的变异 然后就开了止痛药我就回去 这样的情况连续了几个月 惠敏察觉到肚子大约一个月痛一次 并且疼痛过后的两三天 惊奇就会来到 这时他才强烈的怀疑 剧烈的疼痛可能不是来自肠道 而是子宫的问题 出社会后 虽然不再每个月因为经痛 而吃止痛药或送急诊 但每次月经周期 还是会感到不适 除了影响到工作之外 更担心子宫出了问题 因此他前往妇产科 陈宜林医师门诊 希望能够做彻底的检查 这个区域就是你的子宫 子宫外观看起来正常 我们有帮他做过内诊 那超硬波看起来子宫卵巢 也没有一些子宫肌瘤 或是肌腺症 膝肉等等的情形 所以像这种状况的话 我们就称作原发性经痛 当月经来的时候 如果前夜腺素分泌比较旺盛的女生 有可能会因为这样造成 子宫比较容易会收缩 而造成经痛这种不舒服 检查过后排除生理性的病变 让惠敏放下心中的大石头 但这种原发性的经痛 除了止痛药物缓解外 医师也建议从生活作息 与饮食来调整 让惠敏的经痛问题 获得了大幅度的改善 原来惠敏是属于原发性经痛所导致 想请教一下陈医师 为什么原发性经痛是怎么造成的 目前关于原发性经痛 有两个可能造成的原因的理论 其中一个理论是说 我们每个月经血来源 就是内膜剥落之后变成的血块 我们会顺着子宫颈阴道排出去 那对于从来没有过自然产的女生 她的子宫颈口 会比生育过的女生相较会比较狭窄 有一些女生经血没有办法 完全一次的顺利排出去 系在子宫腔里面 子宫阴儿会造成收缩 收缩状况下 相对就会造成血管收缩 子宫缺血 有点像是子宫的心脚痛症一样 造成的经痛 那另外一个理论是 在经血剥落的时候 我们同时会分泌一个所谓前列腺素 前列腺素它是一个 跟发炎相关的荷尔蒙 那当然它也会造成子宫的收缩 有一些女性 她的前列腺素分泌比较旺盛 或者她对前列腺素的 那种反应比较强烈 造成子宫比较剧烈的收缩 同样也会造成一个子宫相对缺水 然后精痛的状况 是 所以会很痛喔 是的 我想要问一下陈医师 那因为我们女生没有前列腺 那怎么会分泌前列腺素呢 对 这个其实只是一个名称的问题 当初前列腺素会被发现 是因为它这个荷尔蒙 是在男生的精液里面才有 所以叫做前列腺素 那它的作用是要增加精子的活动力 那其实我们身体所有的内脏 都有前列腺素 因为它就是属于一个发炎的物质 我们人到处都会发炎 所以这前列腺素它的作用 是让微血管通透性增加 那可以让局部血管扩张 然后让一些发炎物质 包括发炎的细胞 能够传送到 我们需要做防御的内脏里面 所以其实全身都有 所以前列腺素不是只有男生有 其实我们女生也会有 因为全身各个的器官 也都可能会发炎 都会有前列腺素 可是一般人都会认为说 精痛会去找中医调养 那时候惠敏你有去找中医吗 调养体质 有 其实我之前就有找中医去调养体质 他跟我说了一些症状 就是我的身体比较虚 所以是因为身体也不适合太补 因为他说我的子宫的内膜比较增生 太补会容易长一些不好的东西 所以他建议我是用温补的方式 是 所以这方面我们就要来请教中医的专家 请问一下廖医师 就你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是如何看精痛呢 其实我们精痛有分为好几型 那像图示所看的是气质血瘀 寒湿凝制 气血虚弱 肝肾亏虚 还有湿热瘀阻 这几型 那一个研究统计发现气质血瘀跟寒湿凝制 还有气血虚弱这三个阵型的人比例就已经占了九成的左右 我们把这三种的一个类型来做一个归纳 可以分成瘀 寒 虚这三个 什么叫瘀呢 就是说它会有一些血块的一个情况 如果说我们跃进来的时候血块很多 或者是你发现血块排出来以后 你会疼痛会比较减缓的话 那就是属于比较有一个瘀的一个情况 那通常一个血瘀体质的人呢 他的肤色看起来也会比较暗沉 然后有一个斑点的一个情况 那像舌头的话也会有一些瘀斑 那这都是有一个瘀的一个体质 那像有些妇女呢 因为常常喝门瘾啊 或者是说像一些女生爱漂亮穿的比较少 他寒气入侵的话 在月经来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冷痛的一个情况 那怎么去看 他是不是有寒呢 就是说他的痛呢 是热敷可以缓解的 那再来虚呢 虚怎么看 就是说他整个呈现一个无力的一个情况 不管是气虚还是血虚呢 他都会有一个比较有气无力 然后面色呢会比较尾黄啊 或比较一个苍白的一个情况 那他整个人是比较 看起来想化声音入弱的这样子 快昏倒的样子 这个就是比较属于一个虚的情况 那我们在治疗的话呢 也是分成针对每一个阵型呢 去做一个治疗 像瘀的话我们就要用通 所谓通呢就是 比如说活血啊 里气啊这些方式 来让淤血比较快的容易排出 那寒的话 我们就是要用一个 温的一个情况来治疗 那虚的话当然是用补啦 如果说他的精血呢是 比较粘稠 然后量是鲜红色的 然后小腹会有一些灼热感的话 或者是痛势是比较绵延 时间比较久的话 那我们也要考虑湿热的一个表现 所以不是说用温补的一个方式 就可以治疗全部的精痛 是 所以不能乱补 还是要找我们专业的中医师 来去看我们自己的体质 是属于哪一种才可以补 那因为刚刚有提到说 因为我们女性都有这种 精痛的一个困扰 所以我们大家都会去吃止痛药 可是你看有媒体报道说 有将近五成以上的女性 是选错了止痛药 我想请教一下陈医师 如果我们选错了怎么办 然后会不会没有效啦 或者说吃错了 会不会有其他的后遗症 我们常吃到普拿藤 那个就是乙歇安成分的 Cetaminophen成分 另外一种叫做NSAID 非类固醇类的消炎止痛药 那通常我们刚刚提到说 这个精痛的机制是因为前列腺素的关系 所以能够抑制前列腺素的药物 其实只有NSAID类的 所以换句话说 就是市面上常买到普拿藤 可能对精痛的帮助比较不大 是 可是有些人怕说吃止痛吃错了 又怕说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原则上我们那个药物的话 它如果说不是整罐这样倒下去 基本上大概对的身体都还好 或者是说肾功能没有特别的状况 应该都还好 重点是有没有选错药物 如果你今天选择的是错的药物 你当然吃一颗两颗不会有效 但是如果是对的药物 配合一些生活作息运动等等的调理的话 应该会达到一定的效果 但是还是要经由医师下去城市之后 才会帮你配到比较适合的止痛药 是 就你在开这些所谓的止痛药的时候 那个时机点要怎么去拿捏 对 王医师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因为我们讲到说这个止痛药 NSAID它是要抑制前列腺素 所以我们要先发制人 要在前列腺素开始分泌之前 我们就要使用它 一般女生的经期一般来说都蛮规律的 所以你可以在预计 下一次月经要来之前的一两天 症状要开始之前 我们就先吃止痛药 先把前列腺素压制住 那就比较不会产生症状 那惠敏那时候呢 你吃的时候会不会怕怕的 怕吃错了 或是说吃药又会怕有附助 又不敢吃 你会这样子吗 因为我知道除了止痛药以外 那我也有听说就是避孕药 它也可以舒缓到那个筋痛是真的吗 是 一般我们西医的审视来讲 如果说止痛药的使用 我们刚刚讲到NSAID 通常我们会合并 一到两种的止痛药 如果处理下来效果不好的话 我们就会用第三线就是 避孕药的部分 大家听了觉得很可怕 可是事实上避孕药 它其实就是短效的一些雌激素 狂体素 我们身体里面自己也会合成的荷尔蒙 那利用这种短效的低量的荷尔蒙 我们去调整我们内膜的状态 刚刚有跟大家介绍到说 我们的筋痛的机制 两个机制 一个是筋血 可能没有办法顺利的排出 这样的一个机制 那我们利用外来的荷尔蒙 抑制我们身体正常的排卵 正常的排卵 会产生高量的荷尔蒙 高量的荷尔蒙 就会让子宫内膜更厚 所以出来的筋血会更多 但是如果我们利用避孕药 产生出来的荷尔蒙是低量的 那这个低量荷尔蒙 刺激产生的内膜相对比较薄 筋血的量也会比较少 所以就会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 所以其实对身体无害 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它的副作用 真的吗 可是这样子大家会不会很担心 说会不会惊奇混乱 或者失措 以后会不会不容易受孕 会不会 欢迎这一点 第一点当然是要 医师诊查了之后 来做一个指导 因为我们大概都会在 比较特殊的状况 开始吃第一颗止痛药 第二个的话 其实这个避孕药 我们经常也会拿来保护卵巢 譬如说有一些人 卵巢功能衰退 它已经没有多少卵可以排卵了 每个月一排卵就是卵子的消耗 那为了要保留住它的卵巢 我们甚至会用避孕药 来让它暂时不要排卵 不排卵的状况下 它反而可以保存它卵子的树木 所以反而是保护功能 所以大家不用过度紧张 那所以这是西的角度 那就中央的角度来讲 大家都想要调养体质 那想要请教一下我们廖医师 就中央的角度来讲 是如何调养体质呢 那又如何就是改变体质之外 可以又打造个容易受盈的体质 精通的最主要三个原因就是 淤、寒跟虚嘛 那我们针对呢 这个淤寒虚呢 我们也用了一个通、温、补 这三种方法 那我们用通、温、补的话呢 有哪些药材可以用来使用呢 像我们通的话呢 主要可以分为活血跟里气两方面 那上面那一排的药物呢 都是比较是活血的药物 那我们可以来加强一个血块排出 那在温的部分 我们会用一些比较温性的一个药物 来去除那个寒气这样子 那在补的部分呢 因为我们虚有分为气虚跟血虚 所以我们也分为补血跟补气药 那像补的第一排的话 它都是一个补血的一个药物 那在下面的话 像人参、信仰参 这些大家都知道 是一个比较好的补气的药物 是 对啊 其实因为有时候我们都知道 药物能够缓解 也就是筋痛所带来的不适感 但是有些人又怕那个副作用不敢吃 慧敏你会这样子吗 其实会 因为我从之前痛 其实就是痛很久啦 所以其实我 算比较会冷痛的 但是我一定是痛到不行的 我才会先吃一颗止痛药 但是我最多最多就吃到两颗而已 因为我怕它有很多的副作用 慧敏这样子的观念是对的吗 它这样子使用药物是对的吗 其实一定要破除大家的一个迷思 大家都会觉得说 因为我经常的使用止痛药物 会不会对肝肾产生影响 必须要讲我们每一次每个月 筋痛的时候才使用止痛药 基本上对身体影响不大 甚至有一些研究说 如果你忍住 不去治疗这个疼痛的状况的话 反而会对认知功能有影响 一个2004年英国的研究 他针对52个女性 她们就是不吃止痛药 那久了之后 发现她们的认知状态真的有下降 那另外前一阵子 台北荣总他们也有做一个研究 就是针对于慢性疼痛的女性 她们真的不去治疗的话 她们去做一些核磁造影 发现她们脑组织真的萎缩 所以这个不是痛或不痛的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重要的健康议题 所以痛还是要治疗 还是要治药 好的 那请问两位医师 因为以前在念书的时候 常常听到人说 结婚怀孕生小孩 就会改变体质 那会不会这样子 就是比较不容易精痛啊 什么的 这是有可能的 以西医的观点来讲 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说 原发性精痛它的机制 有一些人是以前没有生育过 子宫颈没有开 所以精血有的时候 比较不容易顺利流出来 造成精血 积在子宫腔里面 那子宫要拼命收缩 很多造成的精痛 所以自然生产过后 不是剖腹产 自然生产过后 这个子宫颈曾经打开过 它的洞口当然相对比较大 精血流出来比较顺畅 这有可能就会比较缓解精痛 另外一个状况是 有一些人如果他以前 其实不是原发性精痛 他只是轻微的子宫内膜意味症 轻微的子宫意味症 指的就是说我们里面 子宫腔里面本来有一层子宫内膜 但是他乱跑 跑到子宫肌肉层去 所以造成的子宫内膜意味症 我们特称子宫肌腺症的这个状况 在怀孕的时候 因为荷尔蒙的改变 其实它会压抑子宫肌腺症的状况 所以造成病灶 会比较轻微 所以反而生完之后 这个精痛的状况也会改善 其实我知道我们的中医有很好的一些中医 针灸的部分 现场我们有请中医师 廖医师带来中医的针灸 教我们如何舒缓筋痛 其实针灸对于筋痛是非常有效果的 那在临床上 我们对于急性的一个痛经的一个情况 如果当时候方便来针灸来做治疗的话 其实它的效果跟止痛药是一样快的 一定会在半小时内就缓解下来 那在临床上 医生在治疗的时候 当然是会随着病人的一个症状 来做不同的一个取穴 那今天我示范几个 就是比较常用的一个穴道 现场来做一个针灸的部分 那首先我们会取的穴道是三阴胶 那三阴胶 它是我们干皮胜三斤的一个交汇穴 那它主要可以用在一个 就是痛经很常用的一个穴道 那它主要是在内淮 然后上三寸的地方 就是我们有用四根指头 放在脚踝的内淮上的地方 大概在这个位置 那我们会在这边做一个取穴 那摘下去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酸酸胀胀的一个感觉 那这一个是一个复刻常用的穴 那有些患者在痛经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收缩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子宫收缩的很厉害 还是它会有一个胸部脏痛的很厉害的一个情况 那这时候我们会取一个干筋的穴道 来让它做舒缓 那我们比较常用的像是太冲穴 那太冲穴呢 在大拇指跟第二脚趾的这个交界的地方 那我们往上推 推到那个骨头的一个交汇点呢 这边是属于一个太冲穴 那它的震感也是非常的强 好 然后会有一个比较酸胀的情况 那再另外呢 比如说我们在痛经的时候 会有一个比较虚弱的情况 我们有时候会用一些补气的 然后或者是一个补气止痛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会取和骨穴 那和骨穴呢 是我们的大肠筋的部分 那它在我们是手的大拇指 跟第二食指的一个交汇处 跟肝筋的位置很像 只是它在手的位置 那我们推到这个交汇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就这边取穴 好 这几个都是针感比较强的一个穴道 那这都是我们痛经的时候常用的一个穴位 那像有些还会伴随一些腰痠的情况 我们会在背部的一个肾疏的地方来做取穴 那这些穴道呢 其实平常大家在家里也可以用手来按压 那如果说我们要让血域比较循环 比较流通的话 我们可以按三阴焦 或者是我们这边膝盖上面 然后把手放在膝盖上面 这个部分有一个血海穴 那它也是其实也是在脾巾上面 那我们也可以按压这个地方 那另外太充呢 跟颌骨 它都是有一个止痛的一个效果 那有些患者呢 它是属于比较寒痛的一个情况 那寒痛的部分呢 我们建议可以用温灸的部分 温灸的方式来做治疗 那如果家里没有爱灸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用热毛巾 然后敷在穴道的一个方式 或者是在腹部啊 腰部的地方来做一个止痛 谢谢廖医师喔 他刚才有讲到一个重点 如果我们在家里不方便用针灸的话 也可以自己动动自己的拇指头 按摩刚才所讲的那些穴位 一样有舒缓筋痛的效果 那今天真的非常感恩三位来宾 今天精彩的分享 让我们了解了原发性的筋痛 该如何治疗 有哪些止痛的方式 当然我们也知道 房间有很多的 舒缓筋痛的一些秘方 究竟有没有医学根据呢 下集我们将带大家一起来探讨 今天非常感恩你的收看 智惟琳守护爱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